尾巴爆发冲突之后 现在传出美国要投入千亿美金来军援 乌克兰 以色列跟台湾 但是好在台湾这笔钱 算是在印太里面 不是直接就是要给台湾 感觉起来好像好一点的感觉 不过国防部长邱国正 他就说了 别的国家有任何的帮助都乐见 但是不期望也不指望 因为作战要靠我们自己 自己的国家自己救 好 问题是就退伍的士兵 说出他的心里话 他说其实我当的 这四个月的兵役里面 开枪的次数不到50发 平常都在擦枪而已 那到时候我上了战场 除了帮忙挨子弹之外 我到底还可以干嘛呢 好 网友就说 其实你的工作是用肉身 去消耗对方子弹就好啦 还有网友说没有要你杀敌 只是摆在好台边 要你去当炮灰而已 还有网友说 当一年的兵其实也不会好到哪里去 枪支练习顶多多一点点而已 但是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啦 那么还有人说啦 当然是上场让你当炮灰的呀 杀敌的主力其实是志愿意啦 好啦 但是呢 很多人就很关心的是 那一年期的义务役 到底会不会被分配 进到这个主战的部队中呢 好 我们看到我们的 格奎陈建仁跳出来了 他说先前有报道说呢 这个义务役要进主战部队 这个是错误的 他说呢仍然是以守备部队为主 他说媒体报道根本就是误导啊 好 问题是郭正亮跳出来说话了 郭正亮说人家的报道啊 可是根据国防部 还有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道 所写出来的 他说恐怕是 陈建仁不进入状况吧 还是这个配合赖清德说谎呢 要不要查一查陈建仁是不是 在做假新闻呢 好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啊 其实呢民进党政府 要民众去海岸当守备队 这到底是不是就像网友说的 在政府的眼里难道我们的 一物一一难的功能 跟消波快差不多吗 啊 蔡政府整天喊打喊杀 到底我们的兵役疫情 要延长到多少年 才能够让我们的国军 真正的有战力呢 将军怎么看 那陈建仁不是傻就是蠢 你懂不懂一点军事常识 这个冲员兵动员出来的部队 他能够主战场担任反击部队吗 不会 他当然守备 守备在哪里守备 就在海岸线守备 那海岸线遭受的最猛烈的炮火 是天上飞的 火箭 飞弹 箭炮 空军的轰炸 那不死得更快啊 因为那种摊头登陆的时候 摊头上的火力是最猛的 为什么我们的机甲部队 自愿部队 这个时候不会再摊头呢 它是要等你前面 hold住了以后 它的反击打出去 它是装甲车 它是机部的甲车 它才有消灭敌人的力量 那你前面就是炮灰嘛 对不对 你军事上 陈建仁你也懂不懂一点军事 你能说把装甲部里 拿到海边一次就搞完了吗 那剩下这些一年兵 后面怎么打 所以这个问题 陈建仁是你不懂军事 就不要乱讲 第二个也的确 我们讲它是炮灰 一年的兵 你扣掉114天周秋二日 今天哪个指挥官赶不放假 好 114天放假 52天的举光日 对不对 就16070天了 到训练中心再搞个七八十天 到部队还有几天嘛 我的天啊 步枪 不管你打几发 都不是现代战场上的杀敌的主要的器具 重点是炮兵 飞机 炸弹 火箭 这才是战场上 签灭敌人最有力的武器 你拿人去 就是酸友讲的话 也不是说他酸了 你除了挡子弹 你还能干什么 所以我第一个反对 你延长兵运没有好处 因为你根本就不肯用心去募兵嘛 对待军人也不好 待遇也不行 当然人家一听要打仗了 提前退伍就八千多人嘛 那谁还为你卖命呢 没有战斗意志的 往把动员部队送上去 那就叫送死 我跟你讲 一点意义 在战场上是一点意义都没有 所以我们讲 第二个 外援 美国现在政府快要发不出心想了 外债也欠的一屁股 它还有一千亿 一千亿 援助力乌克兰 包含重建六千亿美金都不够 现在碰到以色列 哪里还分到台湾来分一杯羹呢 别做梦了 对不对 上次拜登不讲了吗 三亿 三亿也没来啊 三亿能干什么 我们爱国的飞弹 一发就三百万了 十发就三千万了 一百发就三亿了 能够解决台湾的问题吗 所以这个问题 邱国政讲的 没错 台湾的安危自己 好好想一想 你管靠我们那一点点部队 能不能撑得下来 军人当然该打 但是光死的太多 还是输 值不值得呢 那你政治上干什么呢 养你们这些政府官员是干什么的 该谈判的不谈判 非要坐死 去选美国这种人 选边站 你出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台湾老百姓最傻的就是相信美国会出兵 我们也跟美军出了这么多年 他要给你出兵 一定要给你军演 没有军演 谁打谁啊 对不对 两个部队弄在一起 没有密切的协调 没有通信联络 搞不好自己伤自己啊 没有军演的部队 他会来援助你吗 别做梦了 所以今天总统讲台湾呢 不要被政客骗得昏头转向 你只看热闹 这个热闹过两天就到头上了 谁知道尾巴会打呢 对不对 说爆发就爆发了 所以我们在火山口的时候 自己冷静一点 这个选举啊 就是一个 一个导火说 你今天是雾头肥人的话 你就是承担这个结果 那哈马斯随便就往以色列送过去的是 5000发的火箭弹 对不对 所以说其实100个爱国者飞弹 说起来是一下子就消耗光的事情 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阿兵哥说 我去四个月的兵役里面 我只会擦枪 所以我们的国军要真正的有战斗力 到底兵役期间多长是比较合理的 你有那么好的训练机构吗 你有这么多训练的人才干部吗 他除了插枪就是打几发子弹嘛 我再三讲 步枪不是战场上自胜的武器了 这个东西现代化的战争 是机甲部队带空军带海军 这个上面你不加强 还要去相信那个非对称 把我们迁入去打游击 我们比哈马斯都不如 哈马斯还有五千发火箭弹 还有地道 台湾要撑久一点 你也要挖地道 我们在金门就是挖地道 陷入厦门三面包围 几百万发炮弹的威胁之下 我们就靠地道 所以台湾你今天真的要去跟老公干仗的话 你能保全自己的部队 你就是全部地下化嘛 对不对 你也台湾至少挖个一千公里的地道吧 要不然你怎么跟它对抗 对不对 所以几年 但现在的一无一一难 以现在的训练方法当几年兵都没有用 没有用啊 因为战争形态变了嘛 九六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们看它登陆部队不够强 我们的空军海军还可以一战 现在我们的空军海军没办法战了 人家的飞机已经到五代了 我们还在两代半三代的 对不对 那你 非但人家火箭可以把你所有机场炸掉 我们飞机 空军养了三百多架能打的飞机 起不来嘛 不是 起不来的飞机等于被打掉的飞机嘛 战场上真的就是那个 credit moment 就是最关键的时候 你的躺个车不能来 你的飞机不能来 就输了吧 对不对 你就时间的问题嘛 要命的时刻 只有那一天里面就那几个 几个钟头嘛 所以这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先保全自己的战力 为什么我一再喜欢讲挖地道 你没有地道活不下来嘛 对不对 你都裸露在外面了 人家的卫星把你看得清清楚楚 无人机还可以自己从摄像头里面 找到你战车在哪里 再打下来 对不对 而且老共现在的武器已经大部分可以有制导了 就是说前面有三射可以搜索目标 你在俄乌战争里面就看到了嘛 一个无人机它就把一个战车干掉了 以前的无人机能干什么呢 它要有制导的东西 有导引的东西 那现在人家都是有导引 我们传统的火炮没有导引 对不对 我们的步枪也没办法导引 你拿什么去跟它对抗 人家可以准得很 你还在靠射击训练 我打靶交了很多年了 不是那个训练中心能交的 我们要交一个好射手 One by one 一个教官赔一个兵 打他个一两百发 才能够迅速一个射手来 要不然就是挖地瓜的 挖地瓜射手懂了 打出去前面泥巴碰飞起来 对不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